李盈莹作为中国女排的绝对核心,在新周期中国女排快速发展之际,这位零零后的年轻主公成长为了中国女排的进攻端第一杀手锏,在后朱婷张长宁时代,李盈莹承担起了进攻端的重担,也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世界级主公的崛起。 虽然朱婷和张长宁在新周期有可能会回归球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二人与李盈莹的竞争中,未来其实李盈莹更有竞争力,也更能够成为中国女排的第一核心。 李盈莹的竞争力直接决定了中国女排的未来发展高度,而李盈莹的职业生涯正处于黄金上升期,大家也都希望李盈莹能够在未来持续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不断超越自我,达到更高的层级,并且能够远离伤病的困扰,争取率领中国女排在新周期登上更高的领奖台。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李盈莹作为一名球队的核心,由于个人被消耗透支严重,所以说身体上也是伤病出现了一些状态。 而伤病作为运动员的天敌,有很多具备天赋的运动员最终都是因为伤病提前宣布退役,这些也都是无奈之举,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女排的这些核心队员身上,只有中国女排的队员们保持身体状态的再现,才能够确保中国女排的竞争力。 所以说,大家也都期盼着中国女排可以在新周期控制好球队伤病,尤其是李盈莹一定不要因为伤病的原因影响到职业生涯,就得不偿失了。 而且,新赛季排超联赛正式开战,李盈莹应该把所有精力投入到联赛中,全方位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 大家好,我是女朋友们员李盈莹,很当幸成为我的事情。 这个时候,李盈莹一旦分心的话,不仅有可能带来伤病,还有可能影响新赛季的联赛状态和竞技水平。 相信,不管是赖亚文还是蔡斌,也都高度关注这些国家队核心球员的状态,不希望在联赛期间分心其他事情。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街骨眼上,23岁的李盈莹作为中国女排的核心,因为自己的影响力比较大,也得到了品牌方的认可。 所以说,邀请李盈莹前往某方便练的直播工厂做商业活动,这也打乱了李盈莹的备战节奏和备战效率,影响了李盈莹新赛季的备战。 无疑对于李盈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不利好的影响,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些商业广告能够适可而止,不要打乱中国女排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 东京奥运会之所以会小组无缘出现,是因为中国女排被捧得太高,几乎隔三差五就要参与拍摄录制各种商业广告代言,女排的广告铺天盖地,大家哪有更多的时间去训练。 所以说,我们不希望东京奥运会的惨败经历重蹈覆辙,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全新备战,每一位核心球员也都远离商业广告,等到巴黎奥运会登顶的那一刻,想要接商业有的是机会,但现在还不是好时机,相信蔡斌和赖亚文也一定会因为李盈莹这次联赛期间接商业广告而感到失望遗憾。